2024美国CES展上发布的飞行汽车和陆地航母是两款令人瞩目的科技产品 下面我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两款产品的技术特点 首先小鹏惠天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是一款具有超跑设计风格的智能座架 它的智能座舱可以实现陆行飞行两种驾驶模式的自由切换 让驾驶者充分体验飞行的乐趣 在陆行模式下该车能在正常路面上自由行驶 通过折叠变形系统打开机壁切换到飞行模式 在法规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垂直起降 飞行跨越拥堵障碍河流等满足人们短距离低空出行的需求 另一款引人注目的产品是小鹏惠天的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 这款飞行汽车的设计非常独特 采用两分体构型设计分为陆行体与飞行体两个部分 并可进行自动分离结合 飞行体可实现垂直起降满足低空飞行需求 陆行体可将飞行体完全收纳至车内并进行地面行驶 堪称陆地上的航空母线 此外分体式飞行汽车的陆行体为4至5人座舱 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 可为飞行体进行多次补能 整车采用三轴六轮汽车设计 可实现6X6全轮驱动及后轮转向 具备较好的承载能力和越野能力 飞行体部分为纯电动有人驾驶飞行器 可实现垂直起降和低空飞行 产品采取分布试电推进系统 满足单点失效安全要求 支持手动自动两种驾驶模式 简单易操作降低用户使用门槛 270度的全景双人座舱 为用户提供更开阔的飞行视野 小鹏惠天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式的设计 可以非常便捷地把飞行器带到飞行目的地 并通过全自动装置 像变形金刚一样 实现飞行器与陆行母舰的自动分离结合 不需要其他人员的协助 极大的简化飞行程序 实现让飞行更自由 将用户的美好出行体验 从地面拓展到空中 陆地航母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量产交付 如果顺利实现 该产品将成为全球首款 面向个人用户量产交付的分体式飞行汽车